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 通常人们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 对开始和结尾的问安都不会特别的在意 可能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客套话而已 其实不然 保罗不惜笔墨 新建的首尾总共有六节经文 都是在向同工问安 占整个书信的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非常看重他的同工 从这些问案中 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学习保罗如何看待同工关系 第一个方面是 为着基督同甘共苦 第二是不分彼此同心同德 第三是主礼祝福 心怀感恩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二十三节 这里提到保罗的同工以巴福 他的名字的含义是可爱的 他曾负责向哥罗西教会的信息 来教导福音 在建立哥罗西教会的过程中 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保罗称赞他是基督忠心的指示 他在保罗被囚禁期间成为同伴 向保罗讲述哥罗西教会的情况 保罗在哥罗西的一章七到八节 他写道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以巴福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保罗还提到以巴福 在老底家和希拉波利信徒当中的工作 表明以巴福在建立这些教会的过程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无论是保罗还是以巴福 多多的劳苦 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苦 在神面前有忠心 在人面前有爱心 愿意在主里同甘共苦 这些经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 同甘共苦又有忠心的人呢 其实无论是对于教会 家庭还是经营一个公司 总会经历一些艰难险阻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显出忠心的宝贵 唯有对主忠心 在艰难的处境下 才会有甘心 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同甘共苦 第二方面是不分彼此 同心同德 这里提到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利达古 迪玛和路加 也都问你们 这里提到的马可 他的全名是约翰马可 约翰是他的犹太名 马可是他的希腊名 是我们所熟知的 马可福音的作者 他曾经和保罗 还有他的表哥 巴拿巴一起同工 根据《使徒行传》 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记载 当保罗和巴拿巴 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亚时 马可就陪着他们 然后他在保罗 前往塞浦路斯的 传教治理中 担任他们的帮助者 在《使徒行传》 十三章十三节 这里提到 当保罗从塞浦路斯 航行到别家之后 马可就返回了耶路撒冷 后来保罗选择了 希腊同行 据悉叙利亚和基利加的 宣教之旅 而巴拿巴和马可 是一起同行的 当时《使徒行传》 并没有记载 保罗和马可之间 具体的分歧是什么 但从哥罗西书 和菲利门书 提摩太后书 这些书信来看 他们在基督里 已经尽弃前嫌 同心同德 为主做工 保罗不仅在 给菲利门的 私人书信中提到马可 也在写给教会的 公开信函 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到十一节 也提到 保罗要带马可 向哥罗西教会问安 并嘱托教会来接待马可 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 保罗叮嘱提摩太来的时候 也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异 第二十四节 这里提到 与我同工的 还有一个是陆家 他的职业是医生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 他写下了 陆家福音和使徒行传 还曾经是保罗宣教之旅的同工 根据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节到十一节的记载 当其他同工各奔东西的时候 独有陆家在我这里 另外一位重要的同工呢 就是亚历达古 是帖萨罗恩家人 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 二十三节到四十一节 这段的记载 保罗和同工们 在以弗所传扬福音 影响了当地这些造假神的 那些银匠的生意 引发了骚乱 当时报民并没有找到保罗 就把亚历达古和该游 推进了剧场 好在最后 他们是有惊无险 平安脱身 鉴于有些犹太人 要谋害保罗的危险出境 保罗就从希腊 辗转多地 最后到达耶路撒冷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也提到 在这些艰难的处境中 陪同保罗的 就有亚历达古 后来保罗要带着枷锁 被押解到罗马 向凯撒上诉 同行的两个人当中 就是亚历达古和路加 这一路上经历了 多重的患难和生命的危险 为神的国与保罗一起做工 也让他心得安慰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统公们 以巴弗 路加 迪玛 他们三个人 都是外邦人 亚历达古 马可 还有那个被称为 尤士都的耶稣 是保罗仅有的犹太统部 这里看到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都可以不论身份 背景 为了基督的缘故 不分彼此 同心同德地来侍奉 其实我们北美华人基督徒 所出的环境 就像保罗当时 所出的时代一样 走进教会的人 其实是在教育文化 宗教信仰 国籍身份 政治倾向 甚至语言和言识 都有着诸多的不同 尽管如此 仍然可以在最重要的方面 是相同 那就是我们 有着同一位神 同一个灵 同一个主 同一个使命和呼召 也可以无论身份和背景 为了基督的缘故 来不分彼此 同心同德 来侍奉 这里第三节 第三方面的话 就是主里的祝福 心怀感恩 就是说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这里的原文是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在书信的结尾中 保罗对他一起出生入死的 这些同工 是一个个的提名问安 最后呢 保罗在主里来祝福 这个祝福的根基 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领受救恩 并把这份恩典 记在心里 感受到救主 白白施恩 这是我们生命中 所受的最大的祝福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给予他人恩典的人 我们回顾菲利门书 保罗向他的同工 传递的不仅有真理 同时还有爱心 谦卑 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 感念之心 愿这些呢 也成为我们的属灵祝福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神 借着菲利门书 让我们看到 爱与恩典的典范 因着对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 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 出生入死 同甘共苦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预分彼此 同心图灯 来侍奉主 愿我们也心怀感恩 领受主力的祝福 并成为彼此生命的祝福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Amen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